慈禧之工拿着看板穿梭社区宣导素食 每个月和洪华院的居民约定一起做环保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新兴之火可以燎原嘛 我觉得我们都是具体小的力量 成就大的一个功德 河川大厦的物业代表特地来签与实作 他们以后是要实际操作的 有爱保部的主管 有保健部的主管 也有我们实际的垃圾分裂的专员 可能各部门各司其实只要看到我们 就去跟客户宣导 随处可见的垃圾桶都有人处理 丢得很方便 可是我觉得这分类的习惯做起来是不错的 起码对这个区或对我们自己公司 都是比较好的 保健夜间环保除了定点资源分类 更在热闹的地铁站门口 街上向路人宣导 可以邀请你们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 就这一天 你们可以交给我们 我们是个13台 我们要跟那些环保产品 许多人匆匆而过 但职工并不气馁 宣导环保的热情不减 大约新闻 这是美职工张天忆 待遇食欲机上海报导